歡迎收看K.O.F.Gym 我們今天和大家出來旺角 和Guinness兩位 我是Janice 我是Kristen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這樣的組合去到旺角呢? 因為我們之前想了很多方法 除了不可以備餐的時候 又要出街吃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今天特意和兩位營養學家 帶我們去不同的餐廳 用一些健康飲食的方法 可以幫自己劃別的 今天兩位會帶我們去哪裡吃東西呢? 去多少間呢? 我們會去三間的 第一間是16座車制麵 好,Let's go Let's go 一般來說 你們覺得外食保持健康的方法 是困困難嗎? 其實不困難的 但坦白說 款式不是太多 可能都是一些湯麵 或者是一些肉類的飯 這些會比較多 那我的原則有什麼要訣? 因為其實如果出街吃的話 通常餐廳選擇的肉 都一定會偏向於高脂一點 因為如果不高脂 其實根本就不好吃 你都未必會經常去吃 所以如果要特意去選擇的話 一些自選款式的麵 其實應該會比較好 剛才聽Janice說的 就是這裡是你吃開的 對… 如果有時候過來旺角 又想快吃 就算自己一個人吃也好 也覺得不錯 因為有時候其實車仔麵 都有很多配料可以選擇 都有些很好的選擇 例如舉個例子 這個牛肉 其實它都是一些偏壽的位置 還有流心蛋 流心蛋其實都可以 這個都沒問題 然後當然鮑魚 如果大家有預算 都可以選擇 對… 如果說魚肚 金錢肚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高脂肪的選擇 要說一說 很多朋友可能覺得牛舌 可能都OK 吃下去爽爽的 不是說很肥 但其實就是高脂肪 這樣就要小心了 牛舌反而高脂 對… 通常如果是內臟類的話 例如牛的腸位 可能比較上級會高脂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都沒有選到豬大腸 但如果大家會吃內臟的話 豬潤那些都是車仔麵可以點的 豬潤都非常營養很好 但蠔油冬菇 或者大家叫蠔黃冬菇 我就有保留了 因為通常蠔冬菇 放油才好吃 才滑的 所以我們還有 菇類也是一個比較索濕的食材 所以我通常都不會點的 除非好像吃淡製的鮮冬菇 它寫到明顯是鮮冬菇 那我就會叫 所以如果在這裡來說 要補一些脂肪的話 我們就會選黑木耳 相對來說就不會吸收一些湯汁 這樣就好 那我們最後就點了牛肉 糖心蛋 和黑木耳 原因就是因為本身這個肉 都是一些優質的protein 所以我選了這個 蛋也是有protein 又有靚的脂肪 第三就是我們選黑木耳 因為裡面的纖維量都多 再加上汗炭水 就叫做均衡的一餐 還有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它的湯也挺清的 其實它沒有太多油在裡面 所以有時候 譬如你說吃麵的時候 會刮到湯也不需要太擔心 它這個上是什麼 你是叫什麼湯 清湯來的 是普通清湯 是的 它的名字本身就是豬骨雞湯底 就是叫清湯 那我們現在幫你一幫 東西有多少 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幫了大概這裡的肉 就有55.1g左右 現在不是很多的 這個圓的烏冬大概就有325g左右 應該一個麵底多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吃這麼多碳水 就自己扣底了 我們這次就沒有扣底的 事不宜遲 交給你們分 我是等吃的 我的味道是不淡的 我覺得是好的 是的 雖然你看到它的湯好像很清 但是其實它是有味的 OK的 出去吃就沒有完全低臘的 對 即是不能這樣計較太多 即是儘量清湯 不要那麼油膩 為主就好 對 希望這食材不會那麼滑溫 那你幫我拍得維美一點 現在我們吃完 又是時候去到我們的評比環節了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總共會有四樣 包括營養 分量 還有這個味道 還有食價比 一度五分 一分就最少 五分就最高分量 所以我們現在先給了 營養方面我們給幾多分 一二三 是一樣的 大家 是英雄所見略堂 其實我覺得營養方面是OK的 即是它本身的肉 Lin protein 如果以兩道菜來說 都算是OK的 是的 本身可能有配一些 比較低一點的麵類 湯也不是太過大問題 其實我覺得營養方面OK 沒錯 然後我們又去到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分量方面 分量 一二三 我覺得它的肉可以多一點 例如可能木耳 其實它的分量又未至於 真的去到很多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覺得 我扭了一點點 因為它始終是車仔麵 所以我覺得可以再多一兩款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夠的話 接著下一部分就是去到味道 味道方面 好 一二三 因為好像剛剛所說 其實它的配料其實不濃味 即它不是那些醃製 很多醬汁那種 不是 但它的湯底 其實透過吃這個麵的時候 掛汁其實味道是柔的 你看到它其實不是很油膩 但其實它掛完湯 又配搭上來又挺好吃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即是我自己本身是那些吃開 喜歡很濃味的那些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三分我不是比低 我是剛剛好 我覺得 沒有去到 對 對 我們最後一部分就是性價比 性價比 今餐呢 如果就這樣叫 我們先說一下 這裡是多少錢 如果這個三送的烏冬麵 都要72元 72元 這個價錢去看這件事 現在性價比是多少分呢 好 1 2 3 我覺得偏貴一點點 但我覺得它的肉質的確是和外面其他肉檔有些不同 它真的像那些 還有它好像有些手切牛的感覺 這樣 但是如果以平日日常一餐來說 那就未至於是我的日常選擇 對 整體來說 他們兩位這次帶我們來第一站 我是覺得沒有服 OK的 接著我們下一站去哪裡 我們去牛極 接著我們說遲遲打示範 已經去到健身人士最愛的牛極 這裏我們主要會看到A4、A5和牛 又或者會有些西欄 或者是有些肉眼 通常如果你們推介 去到選擇的話 你們會推介哪一樣給大家選擇 如果簡單來說 一定不會考慮什麼A的牛 M的牛 這些同一一律都沒有 對 因為就算大家通常都知道西欄比較上銀 這些牛的Grading已經比較高 所以只剩下牛扒的一欄 我們會看 如果真的要選擇的話 一定會先選牛樓 對 相對是最乾身的 對 對 我看到肉眼、羊架 其實這些都算是比較高脂的位置 鰻魚也是 其實脂肪合量相對偏高 鰻魚 我想問算不算是這麼多種藥 最肥的一種 算是較高脂的類別 應該這樣說 對 可能有些朋友會說 叫西欄也可以 但是牛扒捏得來 但是它比較軟 肉汁 有些珠草 如果西欄真的要煮熟的話 已經很韌了 對 所以性價CP 我就會選牛扒 所以今天也是會叫牛扒 給大家見識一下 是 總共有多少 145 還沒煮熟 不過很準 挺好的 好 還有牛扒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自己出去添飯 還有夾菜 對 第一口吃下去 感覺到肉質是挺足夠的 肉汁也是很汁 我自己就這樣看 你們兩位剛才吃了 你們覺得怎樣 我覺得鐵板燒挺好的 就是你可以控制 到底那個扒生熟的程度 有些人喜歡扒的質感 比較軟 我就可以生一點 想熟一點 不想吃這麼生的肉 那就可以 對 就硬一點 那我們給分時間 首先開球 就是先說營養 營養 大家要給多少分 1、2、3 一來飯 基本上無限任裝 然後肉方面 150克至300克 其實你想吃多少 你自己選擇 還有最低限度 其實都已經說 4、50克鋪田 是一定有的 所以是很高營養指數 另外就是菜 它絕對有在 如果不是很多時候 我上網 可能我鋪自己的食物 觀眾的朋友 很喜歡問我 為甚麼沒有菜 不是 這裡 你喜歡怎樣夾都可以 好 接著我們去到第二部分 分量 我們1、2、3 對了 因為我當是很簡單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會認同 就是因為它白髮這麼裝 肉方面 它座底也150克 我相信 對你們來說 150克這個概念 是否很多 算是很多 可能我們有時候 大概一隻手掌 當作一份要吃的肉量 其實剛才那裡 也足以滿足這個甜點 所以還可以 好 到第三 就是關於味道方面 味道方面給多少分呢 1、2、3 我覺得它是不錯的 反而我效果上 我覺得營養效果上 我是比較著重的 味道我就不太介意 沒甚麼特別 不過不失 可以再好吃一點 但有味道也很差 好 好 好 最後就是講這個 性價比 最後買單價錢是 110元 性價比方面我們預備 1、2、3 對 對 剛剛味道上我 是不錯的 那份量上 我覺得其實 都不算少 如果以肉量來說 還有飯 你又可以自己去飲料 又有沙律 又有湯 那其實 很 depend 你要吃多少份量 那這個我覺得 都算是不錯的 好 我們又去到下一站 下一站我們會去 水門雞 Burger有沒有吃過這間 有 經常吃 經常吃 之前有段時間 我想一個月 有吃到兩、三次 一出 因為那時是尖沙咀 所以基本上 我一出尖沙咀 我就直接選 不用想 它自己是雞飯 所以我很喜歡選 你吃過的話 你有沒有試過加飯 它有得選 多飯或者小飯 我有的 我有加飯 正常飯有多少座 正常飯 但我想 所以我至於250克 那我先少一下 是啊 你還要不要加 我不用特意加 不用了 OK 頭紅了 頭紅了 這次是Janice發版 Janice發版 不是全師發版 Oma Janice 不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嗎 Janice加4 Janice加4 用Janice的名字 很厲害 很厲害 叫了雞胸位置 水溶雞飯 Bomb Burger 叫了雞絲 金邊粉 如果我外出吃粉麵 比較少會叫河粉 因為河粉 通常分兩種 一個叫濕海 叫乾河 濕海通常離貨的時候 已經是煮好了 它就需要加多食用油 令它分間比較好 沒有那麼黏一塊 但是乾河的話 譬如這些 越南粉麵 太色粉麵 正常來說是不會用濕海 但很難確保100% 是這樣的做法 所以我通常叫金邊粉 米粉 這些會比較多 好少許 對 好 也不太多 有什麼 做甚麼 因為我要吃醬 是嗎? 好了,今天水門雞飯我們就吃完了 今天Janice還是第一次去吃水門雞飯 我想先問一聲 你覺得與你的預期有沒有太大落差? 我覺得雞的份量比我想像中多 我還以為只有80-90克 誰知去完皮後有120克左右 我覺得其實也不錯 因為已經多過一塊即食雞胸肉 我們現在的評分都是食羊 我們先先給營養 好,1,2,3 因為我覺得雞本身的份量不錯 蛋白質也不錯 有相應應該要有的油脂比例 飯我當作是20-30克 可能一碗飯多一點也好 我覺得自己再少飯一點的話 其實比例也不錯 好,今次我們就到下一個拍檔 就是分量 1,2,3 對 因為它本身已經可以再加底 飯再加底 還有其實不要開玩笑 它本身還有第二個餐 是水門雞飯再加上另外雞 是雞倍倍 連肉都可以雞倍倍的 其實我覺得很滿足 下一節就是講味道 味道就是1,2,3 對,那我先講講 我是比較嚴謹的 因為我覺得它本身雞方面 因為我還有吃麵 我還有吃金邊粉 我真的覺得金邊粉裡面的雞 是比較粗的 我有一個比較 如果你說我真的單純吃飯 可能我也會給五分滿分 但因為我吃金邊粉的緣故關係 我覺得雞是令我有少許分 我覺得我要扣少許分 因為我是吃飯為主 所以我的主觀就覺得好吃 嗯 對 你不是很懂 未吃加評論 都不用了 夠了 好吃 好,然後最後就是性價比 我們這裡兩樣東西 再加飲料就是102元 好,性價比 也要說一聲 我們是下午茶價錢 所以我就… 下午茶是這個份量 是 好,那我們1,2,3 1,2,3 1,2,3 是 你們去吧 沒有說 真的沒有挑剔 真的沒有挑剔 今天就… 我們三站 我們就到這裡 很感謝Greenless 跟我們一起 出來這裡試了三間 對 所以下一次 我們希望看看Greenless 再帶我們去不同的地方 再推介給大家 大家究竟可以用一個怎樣健康的食法 在外面外吃的時候 都可以品嘗到你們的食物之餘 繼續健康 對 這樣 在這裡先說一聲 大家記得追蹤Greenless的IG 以及我們的IG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影片 讓大家繼續欣賞 我們下次見 我們再說一次這集的集名 我們叫做KG餐廳 下次見 KG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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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